我先说一段笑声啊 大家别见笑 天井大快板啊 是我也所不好 今天上台来呀 给大家表一表 我要锁点儿嘛呢 我说斐泥好 斐泥莫属 就有嘛就是好 咱们首先 说说校领导 心情创业严谨 不喜带家 来把众单跳 再看图老师啊 他更是有文化 说说道道 谁都比不过 实际是很紧张啊 我就不说了 下面的同学啊 千万别学我 我真的 真的 真是太甚了 太紧张了 谢谢 客老师你好 您这是精心准备的 开上摆吗 就是因为我太紧张了 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在路上 过来的时候 在路上就自个儿写了一段 您这发型也是为我们设计的 不是 平时就这样 对平时就这样 以前是光头 为什么要理光头呢 我就是在10年 出了一个意外 我的身体 很不好 就是恶性肿瘤 就是癌症嘛 它是都有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是最高的 我就给我定到了四级 然后呢 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不愿意被管理 那怎么进入职场呢 怎么说呢 管我可以 就是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的上级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做二把手 对 没错 我当不了一把手 我就必须得当二把手 行 可以 那你要将来结了婚 你也只能当一把手 我绝对是一把手 不能当二把手 那绝对不可能 你现在是单身吗 单身 活该你二把手 我看你的简历上 除了那份列车员的 还有 工作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跟销售有关系 对 几乎都是销售 如果销售段位分十段 你觉得是你是几段 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吧 四段 你还想做老大 是吧 你少说你得到七段 你才可以做销售总监 那就说一下销售吧 说你以往销售过程当中 成绩较好的那一段 用数据来表达 就是现在做的雷鹰射击 就是真人射击 十枪 十弹 这怎么销售呢 这个也是招这种贵宾 然后你销售数据 说数字 营业额 营业额 我是带着团队的 营销团队的 我们手下有七十多个人 他们的数据就是 按月走一个月是十万 我就得必须一个月 要有百万 你一个月有百万的销售的 这个额度 任务 对 任务 是吗 我得有任务 全年的销售额是多少 这一年下来两千万左右吧 两千万左右 你拿了多少钱 不到一百万 不到一百万 一年大了 八九十万 你能告诉我 你意向的那个企业是谁吗 黑洞 黑洞 你去黑洞干什么 还是销售啊 你觉得你适合黑洞吗 就我在网上经常会看 所以我感觉 选来选去 我自个儿就是冲着黑洞来的 行 那其他的销售岗位 接受比如说化妆品 冲对我一个女人来说 就是针对化妆品 化妆品你是接受的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就是年薪 也要三十万吗 第一轮环节 去货流 还有八盏灯 来 贺东东为什么灭灯 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 你来应聘销售总监 目前我觉得水平还不够 这是你的整个的语言的谈判逻辑 以及你对你自己过往的 工作岗位的销售数据 是混乱的 我觉得绝对不能够 胜任销售总监的职位 好 冲东我能替他说一句话吗 真的咱们 我相信他线下能力 其实很强的 但是他在台上 经常我们说话都会 游轮次紧张 因为我工作 我必须得有本和笔去记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做过手术 我当时说了 我那个时候不能说话 不能写字 但我现在就是从手术台下来以后 然后我继续 我接着还在努力 所以说现在表达的能力 可能不行 其实我觉得他的表达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他刚刚说的是 一个是销售团的目标 和一个是他实际做到的 他可能是做过功课的 他比很多选手来 一上来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 但他有亲戚的目标 我支持沈不衡说的一部分 你看他的性格 他敢那样填简历 他一定在线下 曾经做出过好的销售业绩 没错 但是他过往的那段经历 我们可以理解 他词不达意 或者是有一些片段是忘却了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销售总监 如果你又记不住 你就应该手上做好准备 拿一份材料 或者做好PPT 让大家来看 来回答 我说我自己的个人感受 你上来之后 你的这种性格我是挺喜欢的 但我感觉 你的能力达不到销售总监的能力 至少我跟你交流 我觉得有点费劲 不不不 这个可能是面对您啊 我确实有点紧张 我身边站过的销售总监多了 多了 我要是到外面见客人的话 我就是状态就不一样了 就不会这么紧张 三阳 我这个时候 我必须我要提醒你一下 第一点 听他们把话问完 好的 然后你再去回答 第二个的话 是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是你需要思考的 缺乏 而不是 总要去解释 你到目前为止 在舞台上缺乏严谨 明白 缺乏矜持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它给大家的 再来的是一首歌曲是吧 对对对 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有伴奏吗 有伴奏 好 来音乐起 一切美好 只是昨日沉醉 淡淡苦涩 才是今天滋味 想想明天 又是日晒风吹 再哭再累 不惧无畏 身上的痛 让我难以入睡 脚下的路 还有更多的泪 追逐梦想 总是百转千回 无怨无悔 从容面对 彩虹 奔向玫瑰 再多忧伤 再多痛苦 自己去背 风雨彩虹 碰向玫瑰 总哼似海啸 天涯永不后退 我觉得这个歌唱得还行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原唱的 有点甜真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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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所以一上来就特别紧张 你唱出了天津版的田震的感受 还有点像京剧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想代表什么 我就感觉 我是属于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之人 所以说田震的歌呢 就给我 让我就是说心态变得好一些 激励自己 我还能活下去 还能活 活很久很久 而且我感觉它不仅仅是有激励的作用 其实它代表你一些性格的特质 你应该也是有一点 大女的那种状态的 她唱的是情怀 做坑枪玫瑰没关系 但不要做带刺的玫瑰 其实身上有点刺 身上有点刺 还是把那些刺先剃掉 在职场里面要的是力量 刚才你刚才讲 说是身上有刺 不好交流 太傲气 你觉得是一个销售总监 身上应该有的优点吗 不是 为什么 那老师您听我说一下 我的意思是 不是说针对所有人带刺 就是我感觉 我感觉可以看得上的 那么就一点刺没有 我要看不上的 就是满身都是刺 那我问一个 刚才的 就是上一个公司 你现在要离开的上一个公司 是因为有刺 你的刺 所以你离开了吗 就是怎么说呢 我跟老板可能脾气秉性也不合 然后交流上不太方便 我就想问一下 你现在亮的这几盏灯 五盏灯 有你想去的吗 还是黑洞 我这人挺 还是黑洞 那你说 那我们就说黑洞 你去黑洞干什么 我就是先学习都无所谓 可以不要任何工夫 我只是想学习一下这个 你说你要这样聊 咱就没法聊了 我必须问清楚 你去干什么 学习 好 你学习你交钱吗 不交 你凭什么给你学习呢 就是因为不用交钱 我就可以去学 我凭什么你不交钱 我就要教你呢 我为什么不教别人 教一个更年轻的 刚刚大学毕业的人 但是我的社会经历多呀 你的社会经历多 并不能够在他目前 给你的岗位上体现出优势 你是学习呀 学习我要你什么社会经验 边学习边去做 所以他还是他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对 他是没有那种职场的 就是硬核的职业度 你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问任何问题 都会打回原型 没有任何意义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盏层 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给岗位 身负加速器呢 在全国现在在招募各个地方的 分公司的总经理 但是很显然你肯定没到那个级别 所以我想让你做一个 河北的见习的经理 薪资是五千加提成 然后可以在你想要在的 河北的城市 好 你想问什么 其实不用问了吧 为什么不用问了 还是打算往这个 自个想去做的事吧 走在路上 你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这个本上记上 因为我的本上记完以后 我就通向这个 黑 就只想去黑洞 对 别的都不想去 对对对 是吗 也就没有问题要问了 适合我 对 是吗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伸服加速器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其实说实话张阳 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你想选黑洞 但我为什么没有给你牛灯呢 其实我是相信你在你的领域里面 是做出了成绩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你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不管是在管理上 还是在投资公司 该怎么做销售上 我觉得你都是没有进行过 这样的一个就是投入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选择个岗位 不是说你要去学习 而是你要去 首先去想 你要进入一个新的职位 你到底能够给这个职位 提供什么价值 所以如果你真的对基金的 这个销售感兴趣 我希望你线下再学习一下 然后再来找我 好吗 我们看得到 你现在又很强烈的 想要生的欲望 就像你所说的 看穿了很多事情 所以你更要很好地 去面对这个世界 面对父母 面对自己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了这种情绪 但我们没有看到准备 好吗 再见 谢谢